二战期间 一架美军战斗机 在飞越太平洋的途中 燃料即将耗尽 机组成员中 有一位隋军牧师 真是值得庆幸 因为当飞机最终迫降 在日军占领的一个小岛上的时候 每个人都觉得自己 应该是走不掉的了 不用多久大家都会入监狱 只为牧师说 我们祷告求上帝 其实当时大家都没了希望 但还说好了牧师 你带屠吧 他就求上帝行神迹 拯救机组成员 当晚他们就在飞机旁边怒诉 第二天凌晨 一个成员醒过来 被某种强烈的动力驱使来到海边 刚刚一来到海边 他就看到 随着旧日东升 一大桶航空燃料 向自己滚滚而来 他吩咐叫醒所有人 跟他一起走对海边 最后大家将燃料注入飞机 飞机顺利起飞返回了基地 这是一个实跡 更加神奇的事实是 那一桶燃料 是在某次海战当中 由一手被击沉的 美国军舰中遗弃下来的 它漂泊了一千英里 途经二十五个岛序 最后飘到了这个海岸 而且刚刚就是 在最需要的时候到达目的地 有没有上帝吗 马上讨论这个问题 欢迎收看MIQ 上帝是不是在这听我祷告呢 我是不是由女人员 或者史前于来变离 圣经可不可以顺利 我应该怎样生活呢 名校 豪车 工作 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呢 我的社会有没有用呢 上帝是不是在这听我说过 圣经可不可以顺利 我应该怎样生活呢 我可不可以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呢 我怎样算好呢 MIQ 你的问题 上帝的答案 上帝是不是真的存在呢 这个重要的答案 会影响所有其他的问题 请加入我们的MIQ 各位朋友 晚上好 欢迎收看MIQ 生命中最重要的问题 我是杰恩罗斯 我将为大家主持 这次令人激动的神奇之旅 我们将要一起对付一些 最具挑战性的问题 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 首先 欢迎我们的东道主 来自密歇根州 雪松户市的观众 非常感谢大湖高中 主办这一次活动 也特别感谢 三天市广播电台 进行现场录制 欢迎全国各地 和世界各地正在收看的观众 我们表示特别的欢迎 很高兴你们来参加这一次 探索真理的神奇之旅 如果有任何关于圣经的问题 请告诉我们 可以把圣经的问题 通过网站留言的方式 发送给我们 我立即会公布网站网址 不管是外地的观众 还是现场观众 在这次系列学习中 我们会尽量回答尽可能多的 关于圣经的问题 所以 如果你们有圣经的问题 请把你的问题 发送到7605AFX 号码是7605232287 同时 你还可以登录屏幕下方的网站 留言给我们 为了帮助你探索真理 奇妙真相已经整合了很多资料 我们专门为这次青年圣经讲座 编写了一整套系列教材 这些教材列举了很多惊人的事实 还有重要的图示 经文 和圣经的解释 记录着各种奇妙的 更确切地说是最重要的问题 和一些相应的神奇答案 长情请登陆奇妙真相网站 3w.奇妙真相.com 每日晚刻 我们都会唱一首主题曲 这首歌 亦是专门为这次 广告而创作的 现在 有请合唱团上台 为我们领唱这首歌 唱歌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大屏幕 大家注意歌词 因为跟着下来 立刻就要请大家帮个忙 唱完歌之后 请克里斯帝作代祷 现在请大家一起起立 一起唱 日本联系的歌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Jesus is the answer to it all Jesus is the answer to it all I ask so many questions I wonder in my heart How something comes from nothing When did forever start? Why can't I see your glory? Where is the promised land? I trust that you will lead me there If I can take your hand Whatever questions I may have Whether great or small I know Jesus died to save me And that He forgave me Jesus is the answer to it all Jesus is the answer to it all I kno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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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us is the answer to it all He is the answer to it all I just wish you were upon the word 這首歌是真正的原創 獨甲牧師 其中幾句今天才寫完 在開場前還作了少許修改 最後這一點 潤色增揮不少 不過還差一部 這首歌到現在為止還未有名 要請大家幫忙 現在所有在看節目的觀眾 可以將你想到的歌名 用短訊形式發送給我們 我將號碼再重複一次 可以將你為剛才唱完 那首歌起的名字發送給我們 號碼是7605 Amazing Facts 760523 2287 好 高興大家可以聚在一起 來討論很多重要的問題 這個節目叫做MIQ 是最重要問題的字母宿舍 你們可以說是MIQ 或者是Michael 或者是MyIQ 都可以 不管叫什麼都好 我們要談的是 生活中至關重要的問題 談談你心裡的疑問 有些問題在網上收集來的 有些是短訊 還有些是由教材裡選擇的 現在可以開始我們今晚的提問時間了 第一個問題請看短片 你好 我叫教師丁 我的問題是 耶穌是否上帝 耶穌是否上帝呢 當然今晚這一講要解決的主題就是 上帝是否真的存在呢 當你說到上帝 由聖經角度 是指 三一真神 由三位組成的上帝 聖父聖子聖靈 耶穌也曾經說過 你奉父子聖靈的名施洗 耶穌受洗的時候 祂在水裡 天父上帝的聲音由天上傳出 聖靈落在祂的身上 有人曾經以為這裏 上帝不過是以不同的方式延伸 其實只有一位 只是祂變化了形體形態 但事實是 嗯 父上帝和子上帝 是不同的兩位 要不然耶穌在這裏表演福語 父啊 這是我的愛子的時候 耶穌在水裡 明白了嗎 三口人一個家 一說獨一的上帝 有人又猛了 耶和華上帝是獨一的主 新明記六章四節 怎麼可以既是獨一 又是父子聖靈呢 的確令人困惑 整本聖經所說的一 其實是合一的意思 上帝說 我們要照照我們的形象做人 父上帝聖子和聖靈 在心思意志上完全合一 聯合合一的上帝 嗯 賭甲牧師 下一個問題是一條短訊 這個問題就是 基督徒是否可以聽 富斯奧斯伯恩的音樂 這個問題一發過來 我就看到了 我猜後面是 我婆婆說不行 哈哈哈哈 要聽婆婆的說話 坦白說 對她的歌 我一點概念都沒有 不過呢 我在新聞上見過她 她的樣子也挺可怕的 就先說到這裏 這些只是我們收到的問題 當中的其中幾個例子 下一個問題 跟剛才那個問題有些聯繫 我經常在教會 用IPOD聽音樂 講道是講給三十歲以上的人聽的 我應該怎麼做呢 我想知道 你是不是聽著 富斯奧斯伯恩 正道的時候 其實我也有 當然首先 我們要轉去上帝的頻道 跟她合拍 聽上帝的說話 我把電子聖經 敲到手機上 我還有一個蘋果播放器 這樣在飛機上 我就可以一路聽著新約 飛到這裏 所以 你也可以聽一些好的內容 但最好還是專心聽牧師講道 可能有時候我們空話連篇 羅斯和我都是牧師 有時候看在台下 大家都在睡覺 我們在台上正道 我們也有想過 找人我們講道的時候 都要睡覺 讓你們感受一下 好 下一個問題 下一個問題 又要看短片 可以放得了嗎 我叫基頓內斯 我的問題是 如果上帝有一個 他最喜歡的籃球隊 會是哪支隊呢 有一段經文說過 我們是有國王君尊的祭師 既然我們從撒克拉曼多來 那就是國王隊的地頭了 大家想聽聖經上的答案 是不是 下一個問題 是一條短訊 內容就是 這次講座 會講些什麼呢 這次節目的主旨 其實就是要討論 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 是關乎人 永遠的生命 各位同學 在座的各位 大多數都是年輕人 保險公司說 保險公司說 男人 由76到78歲 命的 女人可能有78至91歲 平均就是85歲 然後每個人都要死 全世界的死亡率 是百分之八 所以大家就會想 這樣 我應該怎樣度過一生 其實更應該思索 怎樣對待我的榮生 現在我們就是要 一起來探討這個最重要的問題 我應該怎樣度過今生和榮生 這就是這次系列講座 要解決的最核心問題 還有一個短片的問題 請播放 你好 我叫傑梅爾 我的問題是 我想知道為何上帝是永恆的 怎樣永遠存在 今晚這一課就會涉及這個問題 不過我要提前聲明 我們並不知道所有的答案 有些事是傲備的事 我們雖然可以無憂子爭論 誰出現事 是有蛋先 還是有生蛋的雞先 還是蛋敷了雞又生蛋 這是一個很老的問題 還有肉眼所見的大千世界 有什麼可能是從無到有 世界上最先出現的是什麼 一定會有 自由永有的存在 我們要向大家介紹 上帝就是由永恆到永恆的存在 事實上今晚這一課 就是要討論這個主題 杜甲牧師 我們今晚的問題 暫時問到這裡 收看節目的各位觀眾 如果還有問題的 可以繼續跟我們發短訊 號碼就是7605AFX 7605232287 杜甲牧師 以下的時間交給你了 好的 請繼續討告 所有的聽眾或觀眾朋友 我們馬上要討論一些非常重要的問題 前邊提過的是關於永生的 這一套學習指南 是為今次系列講座專門編排的教材 是全新的 在這裡是第一次使用 涉及一些嚴肅問題的重要答案 這次系列講座的每一講 大概包括十到十二的問題 可能都來不及全部講完 所以要用這本書 書裡面有引用的經文 我們一起來探討一下 今晚要探討的重要問題就是 究竟有沒有上帝呢 是不是真的有上帝呢 我一坐在辦公桌旁邊 就會收到很多電子入件 有人發了一個YouTube的短片給我 很明顯是很火爆的 一架飛機正在進行飛行特技表演 他做了很多好像雜技那麼高難度的動作 地下的攝像頭一直在跟爬 突然間一隻機翼 一定是由於壓力太過大了 其中一個機翼斷了 跌了下來 然後引擎失控 飛機就開始騰騰轉 向地面墜落 人群開始尖叫 大家開始散開 攝影師努力地把鏡頭對準 正在發生的所有事情 可以聽見他喊快點走啊 又是突然間 駕駛員做了一個驚人的機動飛行 他發動了引擎 這架特技飛機真是厲害 他又開始繼續飛行 而且回歸到正常狀態 他又飛了起身 大家看看 機頭向上 然後慢慢地下降 最後 安全著陸 看到這段視頻 我也是飛行員 我心想 這是我這輩子見過的 最厲害的飛行員 這傢伙是誰呢 一調查才發現 整件事竟然是惡作劇 真正的特技飛行表演 和飛機模型合成在一起 再做一些很有創意的展輯 這是德國一間公司的某個商品廣告 大家知道嗎 我們身邊很多事情就是這樣發生的了 大家開始困話 我還可以相信些什麼呢 什麼才是真的呢 到處都是編告 到處都是上當受編的人 真是很難分辨 什麼是真的 什麼是正確的答案 相信新聞裡面那些專家的說話 去哪裡找到真正的答案呢 電視裡面嗎 過幾天 我就會跟大家分享我個人的經歷 我相信 只有一本書經受著時間的考驗 而且每年都成為年度最暢銷的書 這就是聖經了 而且還要再聲明一下 這次講座 聖經就是我們的答案手冊了 大家會發現這些並不是過了時的老生長談 也不是老土的墨手食規 這些是實在的 通融的 而且行之有效的答案 解決人生中最嚴肅的問題 如果聖經是真的 如果上帝真的創造了萬有 又如果撒旦真的存在 他一定會盡其所能 在當今社會 企圖令人以為上帝並不存在 我們現在就直入今晚這一課的主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 如果是上帝創造了萬有 上帝是從何而來的呢 有幾段經文可以幫我們補一下這個空白 有些同學是有輔導教材的 可以將章節記在上面 再留起來作為參考資料 事篇九十篇二節 諸山未曾生出 地與世界 你未曾造成以前 從耿古到永遠 你是上帝 這句經文的意思是 向前追溯到耿古而先 唯有上帝 向後探索到永遠之後 上帝永遠存在 如果你和我一樣 腦海中一定會浮現出一大堆 問號 怎樣才可以理解 上帝從何而來 人很想知道 誰做了上帝呢 我們就來看看這個問題 是誰做了上帝 有些宗教信仰 教導說上帝只是銀河系的神 不同星系有不同的神掌管 聖經沒有這樣說過 經上面記載 上帝創造了一切 而且祂自有永有 就算理解不到 也不用不好意思 因為聖經也說 他的宗職何其難沉 主說 天怎样高過地 照樣我的道路 高過你們的道路 千萬不要灰濕 第二個問題 既然看不到 我又怎能相信祂呢 經上面說 上帝是人眼不可以看到的 就是這一節經文 提摩太前書一章十七節 但願尊貴、榮耀 不能扭壞 不能看見永世的君王 獨一的上帝 直到永永遠遠 人會相信眼睛看不到的事物嗎 你覺得呢 我不會嚇你的 馬上回來 好了 傑恩 我叫羅斯牧師打電話給我 我要請一位觀眾上來 最好是女生 這樣可以幫到我 可能在前排的方便一點 羅斯牧師會撥我的電話 我要打開手機 開始上課的時候 我關了它 好了 讓我來看看 開了機後 我會有點電子盲 好 沒問題 羅斯牧師馬上打電話 好 手機正常 傑恩 是不是你 你在那邊 你吸我電話 真的吸了 好了 大家都知道手機正常 現在請一位女生 誰願意上來 坐在前面 快點 來吧 上台我也不怕了 好 我看到了 你想推薦她 想不想試試 不行 好 你來吧 不好意思 還是請女生 下次再找男生 你是首選 好了 好了 你有沒有做過烤薯仔 沒有 從來都沒有烤過薯仔 那我們炸底烤吧 用石紙包起薯仔 一直捲一下 不行 要全部捲起 三四圈就可以了 沒錯 就是這樣 你做得很好 你們的學校有沒有烹飪貨 好 包起她就行了 包起她就行了 羅斯牧師 打電話吧 你叫什麼名字 馬尼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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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馬尼莎 差不多夠了 看看效果如何 杰恩 你是不是在打電話 她正在打電話 我們以前試過 而且通過了嚴証 這是一個很高難度的科學實驗 為什麼會打不通呢 來吧 你是高中生 手機接收不到無線電波的訊號 是不是 訊號在空氣中傳播 謝謝你 請把烤薯仔交給台下 大二咪那位女士 好嗎 那誰相信無線電波是存在的 我們看不看到 這個時候就在這裡 無線電波的訊號 就在我們中間密集地震動 穿梭中 還有衛星轉播 由空中的衛星上面 傳出看不到的訊號 傳到地面 沒有人懷疑這些看不到的事物 想想 如果是 在人類歷史的頭五千年 大家會覺得這些是 無術魔法 是不是這樣 但是現在 這些沒什麼奇怪 我還記得第一次見到 無線電話的心情 你們看法都沒有印象 當時我在想 哇 沒有線電話的 所以我們身邊 有很多看不到的事物 人們無法解釋清楚所有事物 但是並不說明他不存在 當經上面說 上帝是不可見的 並不是說你不可以相信他 上帝無處不在 他淒居於永恆 第三個問題 對上帝的存在 對上帝的存在 是不是有其他的證據呢 由聖經中就可以找到 開幕詞 誰知道的那句 經上面說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 包括一切 我們身邊的一切 都是上帝所做的 好了 你剛才想上來 想不想上台 不是 各位先生 不好意思 很感謝你 我要先拿些東西 這是非常精密的裝置 是為這堂課 量身訂造的 好了 你叫什麼名字 納吉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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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帶起它 然後可以從這個洞看出外面 擋住另一隻眼 我沒有找女生 因為我怕弄亂別人的頭髮 好了 預備 現在過來這裡 不行 不要看看 通過那個洞你可以看到什麼 我要看著你 可不可以看到屏幕 看不看到屏幕 好了 站著別動 注意看大屏幕一秒 好了 我現在要換另一個畫面 看不看到那幅畫 鑰匙洞 沒錯 鑰匙洞 鑰匙洞裡面有什麼 是不是石子和薯仔 我猜是天空 天空 好了 你可能有些近視 你通過鑰匙洞 看出外面的時候 下一幅 你看到的是不是 現在更清楚是不是 你可能要移動一下它 找對位置 慢慢欣賞 可以 知道嗎 這東西可以送給你的 你可以帶著它聽貨 不用了 那就先脫掉它 謝謝你 已經沒什麼用了 你可以上淘寶賣掉它 我為什麼要你帶起它呢 一個人的視力範圍 人的視野 之於永恆 想一下 宇宙是浩漢無邊的 想一下地球 只不過是一顆塵土 人在地上 人在地上 人在地球上 是何其渺小 我們竟敢說 沒有上帝 是嗎 人的視野 至於無恥無蹤的遙遙宇宙 只不過是毫離之間 我們要時刻記住這一點 由上帝所做的一切 可以看到它的創世之功 有誰聽過 《魯賓信漂流記》 丹尼爾迪佛寫的這個故事 講一個年輕人離開家 去尋找生命中的刺激 結果他坐的船失事 他飄了上一座荒島 我猜是在加勒比海附近 很多年都沒有人來找他 這座島上除了他 就沒有其他人了 他盡量令自己生活得舒適 尋找相對的幸福 這部小說取材於真實的故事 亞歷山大西卡下 一個水手 在海南中漂流到智利的一個小島 他力盡滄桑 才回到英國 將他的經歷告訴作者 這件是真事 於是 有一天 在《魯賓信漂流記》 故事中 他環遊小島 他可以輕而易舉地走運整個島 有一天 他在島上看到一些腳印 不是自己的 他馬上想到什麼 不是看花眼 不是在沙上 有點像人的腳印那些東西 而是一連串的腳印 偶然一眼 他就可以斷地 我並不孤獨 我並不孤獨 如果有一串沙灘的腳印 就可以斷定 那由大自然的證據中 也可以斷定人並不孤獨 有上帝同在 下一課我們會繼續深入講解 第四個問題 由上帝所做的被造之物 可否找到他存在的證據呢 證據實在太多了 我選了這位小朋友 因為他看起來真的太有趣了 不是嗎 讀一下約百記十二章七至十節 你且問酒壽 酒壽必指教你 又問空中的飛鳥 飛鳥必告訴你 或雨地說話 地必指教你 海中的雨也必向你說明 看者一切 誰不知道是耶和華的手造成的呢 凡活物的生命 和人類的氣死都在他手中 頑固一下世界 證據無處不在 表明上帝無與倫比的奇妙創造 我想告訴大家 現在我和大家說上帝存在嗎 但是我曾經是一個 無神論或者不可知論者 反反覆覆好幾次 當時我 我只是相信進化論 我曾經不相信聖經中的上帝 因為覺得很好笑 簡直是侮辱我的IQ 如果有人說我是基督徒 我相信聖經 我很同情他們 真的 後來我搬家 住在半山腰的一個山洞裡 到了山洞之後 不再是人造的 鋼筋水泥環繞的紐約 我的周圍 隨處可見上帝的創造 整個視野都變了 我想不可能是偶然產生的 創造之工的證據實在太多了 我特別喜歡探究奇妙真相 我們的時工組也是以此命名的 我曾經就一節經文廣告一場道 詩篇第六篇 你去察看螞蟻的動作 想想螞蟻 可不可以想像 世界上有八千多種不同的螞蟻 各種不同的顏色 由白色到透明到紅色到紫色 甚至是綠色都有 就算只是螞蟻 由解剖學的角度 只是同樣的一類昆蟲 但是有些螞蟻 竟然會做餅乾 他們認真地把種子撒在地上 等雨水招貫種子發芽 再整斷嫩芽 令芽停止生長 並在陽光下曝曬 然後拿來工藝用下鱷骨照碎乾的嫩芽 然後拌成一個面球 螞蟻餅乾 最後把餅乾再曬乾 儲存起來 就當成是零食了 還有另一種螞蟻 畫面上這一種 和牙蟲群居 牙蟲是很小粒的 牠們是吸植物的汁漿 再排泄出來 排泄的這種樹根漿 就是螞蟻的食物 螞蟻對自己的奶牛也很好 就像牧者一樣 牠們幫牙蟲從一棵樹搬到另一棵樹 保證牠們吃飽 還保護牙蟲 幫牠們打架 幫牠們收割 想吃奶 就去撫摸牙蟲 就像牧人對奶牛一樣 還有一棵切葉蟻 牠們四處走 把樹葉切下來 放好 等到葉腐爛 但牠們不吃葉的 只不過是吃其中 生長出來的一種特殊的煤 這不過是螞蟻世界中的縮影之一 各種生物之間 就像千變萬化的萬花筒 蜜蜂和百花之間 竟然有一種聲聲相識的關聯 難道這些奧秘 只是幾千或幾百萬年 緩慢演變而形成的嗎 我絕對沒有辦法再相信 大自然有無數愛的證據 那些是上帝的設計和創造 第五個問題 科學家不是說上帝不存在嗎 我聽說有一個男生 有一天 他坐在一台學生練習拼讀的電腦前面 練習拼讀單詞 只要輸入單詞 電腦就會讀出來 他輸入了上帝這個詞 很簡單的三個字母 G-O-D 輸完之後電腦就說了 沒有結果 那男生四圍看著 又輸入一次G-O-D 同樣的反應沒有結果 他的父親無意中聽到他說 耶穌知道了肯定很不開心 但是我們這個世界 就是這樣對待耶穌 人總是想將上帝刪除出去 就算是日日生活在上帝的創造之中也好 科學家有沒有證明 進化論是真的 而上帝並不存在呢 我們會有一堂課專門說創造論和進化論 但是今晚會說著一點 很多人覺得 科學家既然已經在很多方面取得成功了 他們就永遠正確 這場大騙局已經迷惑了很多聰明人 他們寧願相信科學家 就不肯相信上帝 他們想科學家多厲害 看看醫學發展 還有高科技 不斷有火箭升空 他們說 沒有上帝就一定沒有了 他們比我知道得更重要 但是 不是這樣的 其實的確有上帝 上帝存在的證據四圍都是 說上帝不存在 這是最大的騙局 就像網絡上那段惡搞 甚至騙了很多高智商的人 詩篇139篇14節 我要稱謝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為 你的作為奇妙 這是我深深知道的 我們都是奇妙可為的受造 做人是創世之功的最高潮 就想想此刻 現在的事 我一直在說 你一直在聽 你的耳朵在處理我說的說話 數據分類處理 再提出抽象的意義 前提是你真的在聽 你對眼 會採集面前簡單的 三圍空間的一切信息 包括我的手勢和肢體語言 眼睛要採集千多種信息 而且輸入大腦 甚至可以提醒你要注意 這一切如何發生呢 為何人的大腦 超過百分之八十的部分 一生中從未使用過呢 進化卵又如何解釋呢 當然具體因人而異 每個人的大腦使用率 都有差異的 希望你的使用率是最高的 你們真的問了一些 很有深度的問題 現在越來越多的科學家 開始相信神創論了 他們的新結論是 人眼所見的世界 萬物之間的相互聯繫 組織體系和高級智慧 都設計得精美非凡 所有東西都不可能出於偶然的巧合 大家不妨認真地思考一下 人人都要面對兩大抉擇 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每樣生物都來自於虛無 或者是有某一位創造者 創造了所有的一切 這是一道必選題 為何這課很重要呢 因為你的這一項選擇 會直接影響你對其他 所有問題的認知 是否相信上帝存在 這個至關重要 如果有 我還未跟大家讀 我的筆記中 記住上帝的定義 一直在談上帝是否存在 上帝是甚麼 我很快跟大家讀一下 內容很少 我沒有辦法 要加上幾個網絡上的定義 就像那個做聘讀練習的小朋友 我也很震驚 如果書的單字 譬如說 The 在網上的電子池點一查 馬上出現滿滿的五頁定義 但是我輸入上帝 竟然只有幾行字 我在想 上帝就是完全的超自然的存在 無所不能 無所不知 無所不在 我還要加上一句 無所不明 無所的意思就是全方位 無麻區 無所不明就是他感知一切 就是某種全能全知的存在 你每個想法或感受 上帝都知道 甚至體驗過 他是宇宙的創造者和統管者 是信心敬拜和一神論最重要的實體 由耿古到永遠 上帝是一直存在的 甚麼事會比尋找這個答案更重要呢 在起初 上帝 我聽過這樣的一個故事 有人問上帝 主呀 我只是很好奇 對你來說 一百萬年意味著甚麼呢 你是由耿古到永遠 主回答他 就好像你的一秒鐘 他又問 主呀 那一百萬美元呢 主就說 就好像你的一分錢 他想了下又說 主呀 可不可以給我你的一分錢呢 上帝就說 等一秒鐘 下一個問題 這是第六問題 天文學 是怎樣解釋上帝的存在呢 我們將要看到的 下一幅畫面 是哈勃太空望遠鏡的作品 被稱為超深空視場影像 這是功能最強大的一款望遠鏡 照出地球大氣層以外的情形 這是宇宙的最深處 從來都沒有其他人 在其他地方拍到過 我來講講這張照片的來歷 使用哈勃的費用很高 於是大家都說 如果我們定位探究某個點 在星空中 看起來像是虛無的地方 我會看到甚麼呢 看得越深會發現越多 我們去尋找真正的黑暗 空虛混沌的地方 可能可以找到宇宙的盡頭 使用哈勃的費用 是非常昂貴的 他們預定使用哈勃十人 第一次是在1995年 大家要知道 光線很暗的時候拍照 就要嘗試鏡對鏡頭很難 他們一直對著鏡頭 確保他足足十人 是一點都不動 拍一張照 最後就拍出了這張深空影像 後來2004年又拍了一次 那次被稱為超深空市場影像 對著十一日鏡頭 就一直對著星空中某一個點 你想想紫尖上面放一顆米 手臂前身掌心向上 紫尖這顆米就是一直觀察的那個點的大小 從宇宙的深處去尋找這樣的一個點 從耿古到永遠祂是上帝 大家相不相信 上帝熟知每個世子 祂不會令到一隻麻將跌到地上 我們的頭髮已經被主算過了 每次講到這節經文我就想笑 因為跟別人比起上來 算我的頭髮難度不大 上帝深知我們的每一世未知處 祂是大能的 太空中眾多其他的星座 或者星雲 也精美絕倫 我很喜歡一首歌 萬古盆石歌 還有一句 當我飛到新世界 我們經常在想 天國的人做什麼 天堂有什麼好呢 我早就想好了 第一次旅行 我要去 我要以思想的速度 由銀河系出發 去探救人類以前 未曾達到過的太空 一定很酷的 我想成為宇宙空間站 第一位到訪的牧師 不知現在是不是已經有了 不要緊 我還是很喜歡這次旅程 有位男士 他賣了一張票 大家有沒有聽過 是一個女友來的 兩千萬美元 賣了一張太空船票 他好像帶我幾歲 我還有希望 如果你想捐助 杜甲牧師的太空探險之旅 幫我買一張票 俄羅斯人可以帶我去 詩篇十九篇 也有這類技術 諸天述算上帝的榮耀 窮瘡全揚他的手段 這日到哪日發出言語 這夜到哪夜傳出知識 無言無語 也無聲音可聽 宇宙間的一切都是上帝的知識 垂出可見 在屏幕上的畫面 提醒我另一個短訊提問 其他的星球有沒有生命呢 有誰以前想到過這件事? 聖經有沒有說過? 聖經當然有說過 就在希伯來書 一章一字二字 經裡面說 上帝既在古時藉著眾先知 多詞多方丁 曉遇列祖 就在這末世藉著他兒子曉遇我們 也曾藉著他創造諸世界 不止一個世界 他創造了諸世界 再看看約百記一章 有一天上帝的宗旨來 事立在耶和華面前 撒旦也來在其中 耶和華問撒旦說 你從哪裡來? 撒旦回答算 我從地上走來 那裡正在召開一場天使會議 想想宇宙多浩瀚 有何可能只有地球上才有生命呢? 聖經告訴我們 上帝在無限太空中放牧很多群羊 地球是唯一迷失的那隻 於是耶穌我們的牧羊人離開天國 來這個失喪的星球尋找他的迷羊 全世界每個人都犯了罪 我們都是迷羊 所以耶穌來這裡拯救失喪的世界 第七問題 明斷是非的良心 可否幫助我們理解上帝的存在呢? 羅馬書二章十五節 經裡面說 談到外邦人就是非信徒 這時顯出律法的功用 刻在他們心裏 他們是非之心同作見證 並且他們的思念互相較量 或以為是或以為非 即是說 每個人出生的時候都有某種本能 可以感知上帝是存在的 我曾經看過一項研究 由網上登錄 這是調查道德行為的研究 嗯…保羅布魯姆教授 沒錯 就是耶穌大學的保羅布魯姆教授 他經過緊密的調言 和大量數據調查報告 證明 就算是六個月大的嬰兒 也有天生的是非儀式 報告說 嬰兒成長跡象表明 人類有最初的道德感知 這份不是宗教雜誌 這種最初的道德感知是與生俱來的 通過很多精心設計的實驗 可以看到道德的光芒 在人生命之初 就有道德判斷力和道德感知 善惡之心似乎被預先安裝入人的身體 科學家找來嬰兒和木偶 然後叫一隻木偶打另一隻木偶 嬰兒看到這一幕 再把打人的木偶給的嬰兒 他們避開了 不肯生手去接 但他們想去抱好木偶 好木偶幫助別人或小動物 嬰兒是看得明白的 而且喜歡這些木偶 他們不喜歡孤寒的木偶 嬰兒會本能地感知 什麼叫善 什麼為惡 按照進化論的識者生存 這些嬰兒應該為惡毒的木偶歡呼 因為她打了可憐無助的木偶 識者生存 成者為王 如果只是喜歡那些挨打的好人 人根本就無法生存 但事實是 由生命的開始 人心就已經被預定了 道德感知程序 而明辨是非 第九個問題 如果上帝就是愛 世界上為什麼有這麼多罪惡 痛苦和煎熬呢 這是一個大問題 大家都會好奇 既然上帝是良善 上帝是愛 既然祂是全能的 為什麼要做出撒旦呢 既然祂無所不能 為何不打的響子 令魔鬼消失呢 多簡單 所有事都是另外的結局 奇妙真相有一張光碟 宇宙之箭 專門解釋 罪是從哪裡來的 罪的起源 正因為祂是愛的上帝 祂所做的一切生命 都有自由選擇權 生命記二十六章八節 即刻便會說到 祂就用大能的手 和身出來的綁備 並大可謂的事 與神職其事 令我們出了埃及 上帝已借著神職其事 顯明祂的大能 讀下以西結書二十八章十五節 經上記著說 上帝創造了一位特別的天使 祂全然美麗 毫無瑕疵 但因為上帝希望祂所做的生命 還有自由 必須清楚這一點 上帝令祂所做的智慧的生命 有道德選擇權 祂是愛的上帝 祂不會強迫人愛祂 強迫可以換來愛嗎? 如果我撿著你的胸口 向你大叫愛我 你一定要愛我 你是會愛我 還是會有相反的效果? 如果想得到真正的愛 就一定要是 一定要通過愛 路石浦破殺了 對上帝懷疑的種子 上帝滿可以一開始 就將祂捉出來 令祂化為烏有 但這樣做 其他天使會怎麼想呢? 可能路石浦是對的 上帝對被造生命 此強領弱 路石浦曾經是天使之手 祂曾經是完全的 你從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 後來在你中間又擦出不義 前面說過 我們並不是通曉一切 所以你要問 是誰做了上帝呢? 從耿古到永恆的那位 我真的不知道 但相信上帝的創造 遠比相信爆炸論容易 漂浮在太空中的 朦朧的氣體碎片 經過一場大爆炸 就可以炸出我們面前 這些設計精美 井然有罪的世界? 你可能會問 如果上帝是良善的 一切的自私和罪惡 又從何而來呢? 對這個問題 可能沒有簡單的標準答案 上帝賦予祂的被造物自由 有人甘願選擇自私 亞當和夏娃 最先有兩個兒子 叫什麼? 該人和阿伯 同父同母 而且他們的祖父 也是同一位 上帝 對嗎? 但這兩個人 一惡一善 為甚麼? 個人的選擇 上帝給了你珍貴的選擇權 祂賜給受造的每一個智慧生靈 人有能力去思考 通過抽象思維去選擇 去體會 用各種獨特的方式 與上帝溝通 自私也是一種選擇 如果概括 上帝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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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是愛 如果要用一個詞 來概括撒但 或者是罪惡 沒錯 撒但和罪惡 其實根本是一個意思 不是嗎? 如果用一個詞 來概括撒但 那就是愛的 對立面 是自私 我們每天心中巨大的爭戰 我最大的爭戰就是自私 我經常本能為自己著想 遇到甚麼事 我經常會想 這些對我意味著甚麼 會不會影響到我呢? 聖靈可以感動我們 開始去思考 去愛上帝和其他人 真是一個神跡 這也是上帝的禮物 祂改變我們 神跡於我們 新的心 第十個問題 撒但是否真的存在呢? 還是只是 人思想中的陰暗面呢? 真是有人這樣想 撒但並不存在 只是每個人都有黑白兩面性 人家說做壞事是因為撒但 其實是自己 不可以因為我們看不到 就說撒但不存在 聖經上說 我們並不是與 其實經中說 以佛所書六章十二節 因我們並不是與屬缺氣的爭戰 經中說 這些是屬靈看不到的力量 但實實在在與人爭戰 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者、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沒錯,撒但的確是存在的 在二戰期間 兩顆原子彈 落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 原子彈爆炸 本身造成的最初破壞之後 很多人患了各種疾病 因為核輻射 就像無線電波 核輻射雖然看不到 但有令人恐怖的破壞 大家看不到 開始沒有感覺 亦聞不到他的存在 但核輻射就是摧毀他們的惡魔 我們都會查防止外線的防曬霜 有沒有人在陽光下曬得太久 但沒有查防曬霜 所以撒但真的存在 你心裏可以感覺到 這場爭戰從來都沒有停止過 就是善惡之質 第十一個問題 我怎麼知道 上帝的力量強於撒旦呢 這個問題真的生死有關 今晚我們在談 上帝真的存在 上帝是良善的 上帝是真實的 他令人敬畏 他淒居於永恆 但對上帝有一樣 我們真的無法理解 他百分之百地存在於 現在 他百分之百地存在於 過去 他百分之百地存在於 將來 怎樣實現 上帝完全不受時間的限制 愛因斯坦幫助我們 對時空的認知 開闢了新的思路 上帝就在時空之外 他可以興起一位先知 準確地啓示他未來的情境 那需要怎樣的權柄和力量呢 上帝亦可以預言到 幾千年前的那支箭 會準確無誤地 射中瓦哈王的夾縫中 他是全能的 邪惡的力量亦存在 好消息就是 那在你們裡面的 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撒旦黑暗之君 他被從天摔到了地上 不能再回天庭 他在地上走來走去 往返而來 耶穌說撒旦是世界的王 他被隔離地球 如果想在世上 造成聖的人生 唯一的方法就是 要上帝的力量 和榮光進駐我們的心 令到光可以進來 我曾經聽說過 西北部有一家 重要報紙的一位攝影師 當時有一場森林火災 就在距離城市 沒有多遠的一片叢林 他被派到現場拍攝 準備新聞稿 攝影師去拍森林大火的照片 他們租了一部小型直升飛機 要載他到現場上空拍攝 但交通堵塞 他趕到小型機場時已遲到 飛機已經寓意而且發動 機艙門開著 在跑道上等著他 攝影師拿著自己的袋子 跑過去 他貼入機艙 跟飛行員說 直接去國家森林 直升機就起飛了 去到現場 他說 向著有濃煙的地方開 去到煙霧最重的區域 他要飛行員盤旋飛行 然後攝影師拿出的相機 開始拍照了 駕駛員看起來好像有點緊張 我跟攝影師問 有什麼不對勞 年輕的飛行員就說 你好像不是我的飛行老師 是不是 他只是一個學員 如意飛機在等他的導師上來教他 兩個人都不懂得降落 當然了 起飛更加容易 誰是你的助家 我們都在旅途上 一定要搞清楚的最重要的問題就是 有沒有上帝 和他對我的生命有什麼計劃 他已經定了計劃 為所有人定了一個大計劃 如果要應對聯戰 唯一的平安之道就是 這是一場螺旋式升級的戰爭 非常真實 對付這場戰爭 唯一可以保守你平安的方法 就是站在德性的海船的一方 要堅定地和上帝站在一起 要祂來幫你駕駛你的飛機 如果恐怖分子進了駕駛艙 這樣就糟了 是不是 是誰坐在你這架飛機的駕駛員的位置上 至少為你自己仔細想想 這次說了 這是最重要的問題 如果我說的是事實 上帝真的存在 耶穌為你制定了計劃 那一定要立刻邀請祂來做你的駕駛員 第十二的問題 上帝愛我們的最大證據是甚麼呢 相信大家會和我一起說 約翰福音三章十六字 請和我一起讀吧 上帝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刺給他們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自滅亡 反德永生 唯一的平安之路 就是離開世界 站到世界的對面 藉著耶穌 十字架是梯 藉著祂我們離開地面 登入天堂 耶穌說 拯救世上生靈的唯一方法 就是我成為他們的樣式 我要降到世上成為人 做他們的榜樣 教他們如何生活 如何彼此相待 如何與上帝合好 祂教我們如何愛天上的父 祂說 我要來向你們顯明父 人看見了我 就是看見了父 很多人都誤解上帝 想知道上帝是甚麼樣子 就看看道成肉身的耶穌吧 然後祂說 世人能得救的 唯一途徑就是我替他們的罪受罰 替他們的自私 我要背負他們的罪 賜給他們我的義 接受他們當受的罰 賜給他們 只有我才配得的天國和永生 所以祂來作我們的贖罪者 耶穌真是曾經來到世上 世界歷史都以祂的生日為紀元 你需要自己做決定 祂從來不會強迫 你要自己選擇 而且說 願主掌管我的生命 曾經有一次 我在山洞裡讀經後 我跪下討告 主啊 如果祂真是存在 就請進入我的生命 還有很多傲備 我不明白 但是讀經之後我開始思考 萬一這是真的呢 我嘗試了很多種宗教 亦都試過無神論 我想如果這是真的 這些就是最重要的事 難道不是嗎 各位朋友 你們要先求上帝的過 和上帝的義 這些正是我們所努力的 這七天的時間 各位朋友 我想鼓勵每一位 真是很感謝大家 可以來到大湖中學 還有通過廣播或者網站 收睇的朋友 多謝你們 希望你繼續參加下次的學習 一起做個結束的討告 讓我們低頭閉目 天上的父 我們為這福音的信息滿懷 感恩之心 祢真的存在 祢就在這裏 但最重要的是 主啊 我們需要祢 到我們裏面 向我們顯明 幫助我們明白 祢是我們個人的主 請祢來掌控 我們心中的爭戰 引領我們的人生 直到永恆 祝福這次講座 感謝主奉耶穌的聖命 阿門 多謝你收看本集的 《MIQ青年講座》 下一次講座 我們會探索聖經 歷史上最暢銷的書 千萬不要錯過了 下次見 上帝是否在這裏聽我討告呢? 我需要祂,祂在哪裏呢? 天堂是怎樣的呢? 我可否成為完美的人呢? 我需要教會呢? 我是否從旅人園 或者史前於來變禮呢? 你有沒有更多的言文呢? 關於上帝、聖經 或者是怎樣到基督徒的人生 最重要的問題是列教材 會提供更多的答案 對幾百個問題提供最及時的回覆 從聖經中尋找答案 訂購請登陸奇妙真相網站 3W多奇妙真相.com 讓我們追溯到很久以前宇宙的中心 去了解一位完美的天使 如何墮落成為撒旦 惡者之父 萬惡之源 天庭的叛亂 最終窩及人間 關注最初製造的 暫身而美麗的星球 亞當與夏華 經歷伊甸園中的試探 看會上帝為他的兒女制定的 奇妙構築計劃 這是關乎地上每一個生命的故事 每一個人 宇宙之戰 既然上帝是良善的 是全能的 既然上帝就是愛 將世界的紛爭 從何而來 請看視頻 宇宙之戰